因為他一直靠近我 痛觸到我身體 用力的推他一下 三圍一巴掌我整個飛出去 優美傾聲響起 音符跟著手指在黑白鍵上跳舞 但這傾聲傳到樓下 竟惹來鄰居大爆走 他就站在我家門口 直接跟我按門鈴 你出來 你彈鋼琳吵到我 我說我現在彈鋼琴 為什麼會吵到你 你給我出來 我要跟你協商 你下來 他就非常的激動 非常激動 我就是這樣你想怎樣 然後他一直靠近我 直到他不小心碰觸到我身體 接近胸部 然後我就用力的推他一下 三圍一巴掌我整個飛出去 劉小姐逃到電梯 惡鄰居還追過去痛罵 直到保全嫁走他 才結束智場驚火祭 我為了敦親睦鄰這四個字 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愛嘆鋼琴的劉小姐 兩年多前 被樓下鄰居閒吵 找來環保局人員監測 但丁魚60分貝不用罰 可是鄰居人要求他不准戀琴 他說他是資深的 資深的台積電的那個員工 他說你什麼資歷啊 你這樣子跟我講話 有便要這麼兇嗎 而且琴聲真的很吵嗎 我們實際來聽聽 好小聲 再走近一點試看看 真的有在談耶 隔音真好 我自己足夠換了 換成隔音窗 鋼琴搬了 窗戶換了 底下有隔音海綿 通通都鋪著 然後鋼琴後面也都塞那個 隔音板 隔音加了 但鄰居還是受不了 變本加厲 打傷劉小姐的手部緊部 臉上還有巴掌印 劉小姐決定不姑息 發動鄰居連署 要求惡鄰居搬家 我是買的房子 他是租的 他外來人口 還要告他傷害 土八中心 最抗惡靈大作戰報導